小朋友们,欢迎来到格子酱讲绘本,我是格子姐姐 今天格子要跟大家分享的绘本是女巫扫帚排坐 女巫有一只猫,有一顶很高的尖尖帽 金黄色的长鞭子垂在她的后脑勺 她们骑着磨扫帚,一路迎风飞着跑,猫咪开心地喵喵叫 女巫抿着嘴巴咪咪笑,可突然一阵狂风吹来 把女巫的帽子吹掉了,急得女巫哇哇叫 帽也跟着呜呜叫 小花狗把帽子轻轻一放,接着急急地开了枪 女巫急忙地把帽子戴到了头上 我是一只小花狗,聪明邻里人人跨 像我这样一只狗,扫帚上可否坐得下 坐得下 女巫说道,小花狗马上爬上扫帚 女巫拍拍扫帚 哇哦,它们飞走了 飞过森林,飞过稻田 大家一路嘻嘻哈哈 大风呼呼呼地迎面吹 小狗开心地咬尾巴,女巫哈哈大声笑,可把帽子抓得牢 没料到,辫子上的蝴蝶结却一下子给吹掉了 忽然,从大树上传来了一声鸟叫 一只翠鸟飞了下来 蝴蝶结就叼在它嘴角 它把蝴蝶结轻轻放下 深深之功把话讲 女巫急忙地把蝴蝶结重新扎到辫子上 我是一只小翠鸟,翠绿羽毛然然夸 像我这样一只鸟,扫帚上可否坐得下 坐得下 女巫说道 小翠鸟马上飞上扫帚 女巫又拍了拍扫帚 它们飞走了 飞过芦苇,飞过小河 大家一路嘻嘻哈哈 大风呼呼迎面吹 小鸟乐得吱吱扎 它们飞过天空 飞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女巫把蝴蝶结抓得牢 可这回却落掉了魔棒 忽然从池塘里 跳出了一只湿答答的小青蛙 青蛙拿着那根魔棒 魔棒也是湿答答 它轻轻放下魔棒 礼貌地开始呱呱讲 女巫急忙用它的外套 擦干了那根魔棒 我是一只小青蛙 讲究问生人人矿 像我这样一只青蛙 扫帚上可否坐得下 坐得下 女巫说道 小青蛙马上跳上扫帚 突然咔嚓一声 扫帚一下子断成了两半 猫呀 狗呀 青蛙 全部都往下掉 连同半根磨扫帚 它们一个一个倒在葱 掉进了一个烂泥潭里头 可女巫和另外半根磨扫帚 却飞入了云中 云中忽然传来了一声咆哮 吓得女巫的心扑通扑通 我是一条大恶龙 饿得不能再饿 我要拿女巫加上土豆条 当点心吃了 不行不行 女巫大声喊叫 飞得更高更高 大恶龙紧紧跟在它后面 喷出火蛇去把它烧 救命啊 救命啊 女巫大声叫 飞回地面上 它往东望望 往西瞧瞧 看来不会有谁来帮忙 大恶龙正打算吃它这顿大菜 忽然一只可怕的怪物 从泥潭里冒了出来 这只怪物浑身黏乎乎 又黑又高 浑身又是毛皮又是羽毛 它们有四个吓人的脑袋 它的翅膀像只鸟 说起话来那声音 又是汪汪 又是喵喵 又是呱呱 又是唧唧喳喳叫 听了叫人吓得鸡皮疙瘩 怪物大摇大摆地 从泥潭里走出来 身上的泥浆还在往下掉 脚步声唧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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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唧 它对大恶龙怒叫 快滚开 别动我的女巫 大恶龙吓坏了 浑身只哆嗦 对不起 是是 是我的错 它结结巴巴地说 幸会 幸会 我这就走 我这就走 它赶紧张开翅膀 腾空开溜 这时候从怪物的最上面飞下了一只小鸟 接着跳下了一只青蛙 再接着爬下来的是那只猫 小花狗在最底下 哦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啊 要是没有你们 我这会儿已经到了恶龙的肚子里了 女巫满心感激 接着女巫生好火 支起了锅 它神秘地笑了笑说 你们各去找样东西来 放进这大锅 小鸟咸来一根树枝 猫咪找来一个松果 小花狗掉了一根骨头 青蛙找来一朵大百合 它们把这些东西统统放进锅里 女巫把它们搅啊搅啊 搅来又搅去 它一面搅 一面念咒语 玛丽玛丽哄 玛丽玛丽哄 变出来的东西世间真少有 哇哦 那是一把非同寻常的魔扫帚 上面有三个座位 分别给女巫 小猫和小狗 给青蛙一个淋浴器 给小鸟一个舒适的巢 上去吧 女巫叫道 于是大家爬上了扫帚 一个挨着一个排排都坐好 女巫拍拍扫帚 哇哦 它们又飞走了 好了 宝贝们 今晚的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你也喜欢听这个故事 要给鸽子姐姐点赞哦 想要收听更多好听好玩的故事 关注鸽子酱讲会吧 鸽子陪你一起成长 晚安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